大家好,我是叶子 是Linux就该这么学的二期学员之一 那这个视频的话我们是对Linux就该这么学的第七章 IPTables与Five我的防火墙做一个介绍 这一章的话我们会对IPTables服务做一下简单的了解 然后会稍微详细地讲一下新的防火墙管理命令Five我的CMD和图形化工具FiveConfig 然后还会简单地讲一下SNAT和SDAT技术 那首先,对,因为就是从个人角度而言 我在学习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是碰到了很多的困难 我是觉得非常好,非常难,有点难 总之,除了学习流传老师的在线课程之外 我还听了很多很多很多遍的那个 那个是吗?对,录播课程 然后呢,网上也搜了很多资料 所以现在的话,我相信很多 我相信很多新学历内,就初学者对这个防火墙的东西 肯定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好,现在就是要先了解一下防火墙管理工具 防火墙管理工具 那首先要知道一下什么是防火墙 那首先,我们现在会很,因为现在互联网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发达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们是非常注重 信息安全的 你去经营一个公司 那你肯定不希望公司内部的一些信息传到那个互联网上去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防火墙去成为工网与内网之间的一个保护屏障 然后防火墙它会监控每一个数据包并且去判断是否相应的匹配策略规则 如果说某一个规则它匹配到了 然后它就会去按照这个规则的定义对进出的报文进行处理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防火墙的工作原理 那IPTables服务它是一个旧的 应该说是蛮多Linux系统当中用到的服务 但是现在在红帽最新的Real 7系统当中 Fileware的服务已经取代了IPTables服务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只是会对IPTables做一个稍微简单的了解 如果说大家对IPTables有什么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刘川老师的在线课程吧 因为刘川老师不仅讲了IPTables服务 也讲了不仅讲了Fileware的服务 也讲了IPTables的服务 那首先看一下IPTables命令 先讲一下IPTables的命令吧 它IPTables的话它的命令规则是这样的 它的格式是IPTables-t加表明加上选项加上列明再加条件 然后-j加上控制类型 那它有 嗯我们都知道 也不是说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它分成 我们嗯我刚刚也说了 就是说它防火墙会对 它有一个 它会对 我有点保调它不清楚啊 嗯就是防火墙的话 它会对进出本网络或者是本主机的网络报文 按照事先设定好的匹配规则进行检查 那这个匹配规则 是有一个叫规则链的东西 就是你这一些IPTables设定的过滤 或者是处理数据包的策略叫做规则 那将多个规则合成一个链 它叫做规则链 你比如说 嗯 怎么讲 有就用书中的例子吧 我们告诉盟卫说 嗯对于 嗯就比如说一个小区里面 然后一个盟卫 你告诉他这个盟卫说 嗯哪些人是允许进出的 有哪些人是 你要记录之后 登记之后才可以进入的 或者说 哪些人你是告诉他 你被拒绝 你不能进入的 还有一些人呢 你干脆就不予理睬 就直接无视掉他 也不跟他说能不能进 反正就是不能进 也不踩他 没有任何回应 那所以这里的话 IP tables常见的控制类型 有四种 第一种是accept 它指的是允许通过 第二种是log 是指 它会记录下日志信息 然后传递给下一条规则 继续匹配 第三是reject reject 是拒绝通过 但是它会 给出一个提示 跟你说你被拒绝了 第四个是job job跟reject 都是被拒绝 但是job的话 它是直接丢弃 不会给你任何的回应的 这里刘川老师的书中 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reject跟job的 不同的 收到的不同的反馈 如果是reject的情况的话 你拼一下这个IP 如果说这个是reject的 它会收到这样一系列的信息 跟你说destination port unreachable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reject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job的话 它不会有这些信息来告诉你 它就直接是这样 没有这些什么 跟你说 哎呀 目标的 目标的端口 连接不到这样子 那规则链的话 规则链的话 你也可以设置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比如说 也不是说 比如说 它会设置在不同的位置上 你在对于数据包 数据包在进行路由选择前 怎么去处理数据包 然后数据包进站以后 你怎么去处理 进站之后 要出站的数据包 你又怎么去处理 然后如果说 这个数据包要转发 那你还要有一个规则链 如果然后在转发之后 或者说 你已经出站的数据包 在经过路由选择之后 这个数据包又该怎么去处理呢 它会有 那你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 嗯 规则链就可以 可以依据数据包的不同位置啊 去 对那个 那个防火墙进行 必定的设置 然后IPTables当中的规则链 是用于容纳规则链的 这里一共有四个链 一个是 RAW 还有一个是Mango链 一个是Net链 一个是Filter链 那默认情况下 如果说你不指定 不指定链的话 它我们默认的是Filter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表 嗯 你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表中 有很多很多的链 嗯 有很多很多的链 如果说你选择这个表的话 它就会按照这样的链去 嗯 这样的链里面的规则 嗯 这个 嗯 这个表里面的链 然后链里面的规则 去进行一个个的匹配 然后对进出站的报纹进行一个过滤 嗯 那这里的话 嗯 老师的书中列出了一些常用的参数 因为RpTables的服务 RpTables的参数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那我们不记住也是非常的 可以理解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下面的话可以看一下一些 我们常用的规则 嗯 嗯 嗯 首先呢 如果说我们要做实验的话 可以先查看一下已有的规则 可以RpTables-L -L 如果说是要清空已有的规则的话 可以加上-F参数 嗯 然后对 然后如果说 因为每一条链嘛 呃 规则链 规则链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规则链设置的是拒绝的 你就说你开始设置的拒绝 就是说 你 呃 这个规则 你一开始是不允许任何的数据 进入到你这个网络当中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就要去写入允许的规则策略 你允许哪一个主机或者说哪一个网段或者说哪一个端口是可以进入的 那你就去写入这样一个允许的策略 嗯 规则策略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嗯 我们的这个规则链是 允许的 你允许所任何的 呃 数据包进入到你的网络 那你的 如果说要过滤 过滤数据的话 你要写入的是拒绝的规则策略 嗯 嗯 这里的话可以看一下几个例子 首先 首先我们定义 它这个import import规则链 它默认的设置是拒绝 iptables-p 设置import是job 默认的是job 呃 是被 呃 是被 反正就拒绝掉了 然后现在我们允许所有的pin操作 那iptables-i import-p 然后 然后 p表示的是匹配协议 这里后面跟的icmp icmp是 pin命令使用的 -j -j是规则 规则的动作 是允许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允许来自19 2.168.10.0-24 域的用户连接本级的ssh服务 我们可以使用iptables-i -i 后面跟的是 -i的e表示的是在规则链的头部加入新规则 作用在import链上 -s加上-s加上-s是匹配来源地址ip -ptcp表示的是匹配协议是tcp的 -deport22表示的是匹配目标端口号为22 然后就这样可以了 这边的话 多的介绍我就不介绍了吧 然后 iptables执行后如果说 iptables执行后的规则链是仅在当前生效的 如果说你想要让它重启后依然那些规则还是生效的话 你要执行一个service-riptables save 下面说一下SNAT和DNAT SNAT是一个原地址转换技术 它是为了解决私有地址不够而产生的 那像比如说我们读者 这个什么61.240.149.149 是我们Linux就该这么学的网页 那像我们家里的话 有一个路由器 路由器下面呢 我们也有很多的 你还连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 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啊平板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 这个时候我们是多个用户局域网共享上网的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个SNAT的 原地址转换技术 我们从局域网的PC机去发送HTTP请求到我们的Linux就该这么学的网页 61.240.149.149 经过路由转发 路由它的原地址依然是192.168.10.10 好我们在互联网中 这台Linux的服务器 它接收到了来自原地址192.168.10.10的这样一个请求 然后它做了一个HTTP应答 但是它回去的这个目标地址 它会变成 它依然是192.168.10.10 那我们都知道192.168.10.10 它是一个内网地址 它是给那个局域网中的局域网主机使用的 我们在互联网中是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地址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局域网内的PC机 它就得 它就连接不到我们的Linux 就该这么学这样一个网页 那如果说 那这就是SNAT技术的一个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说路由加上SNAT了 我们这样可以看到的是 局域网的地址 局域网的原地址 经过路由转发之后 它的原地址会变成 网关服务器的外网地址 111.196.211.212 那互联网中的网站 网关服务器它会做一个HTTP应答 那它的目标地址就也会变成网关服务器的外网地址 然后外网 网关的外网地址 再通过它的 将这个数据传输到它的内网 196.168.10.1 然后再应答给我们的局域网内的PC机 那这就 这就是 整个的一个SNAT的一个 操作的 也不是说操作吧 就是一个工作原理 那DNAD的话 它是一个目的地址转换技术 目的地址转换技术 是为了让外网IP用户访问区域网内不同的服务器的 同样 我们 同样 我们比如说企业内的web服务器 这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要去 经常会使用百度啊什么之类的嘛 去搜索一些东西 那我们internet internet网中的客户机 这样一个IP地址去 去给百度 百度.com 发送一个http请求 那百度服务器 它如果说 想要把这些数据分散到各个的局域网 各个的 它局域网内的服务器当中的话 就需要这样一个DNAT的一个技术 我们 我们将 我们发送的http请求到 网关服务器61.240.149.149 然后通过 通过这个网关服务器 它将外网 它将这个信息传递给 192.168.10.1这样一个内容 这样一个网卡 然后它的原地址就会 它的目标地址就会从原本的 61.240.149.149 变成192.168.10.6这样一个内网地址 然后我们企业内的外部服务器 做一个http应答 原地址 原地址192.168.10.6 目标地址依然是我们的 internet中的客户机的地址 通过路由 通过路由加 DNAT 将原地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 再变成一个外网 外网的地址 62.240.149.149 然后从http应答返回给 internet中的客户机 这就是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 SNAT和DNAT的一个东西吧 然后接着我们主要讲一下 Fireword防火墙 Fireword防火墙 Fireword防火墙服务 Fireword服务是现在 红帽Rio7系统当中默认的 防火墙管理工具 然后呢 它有一个Zone这样一个概念 Zone的话可以理解成 防火墙的规则模板 这里可以看到 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翻译成区域吧 区的话呢 我们就说成区域好了 就它有很多个区域 比如说Trust的区域 Home Internal Work Public External DMZ Blog Job 那每个区域的话 它都有一个默认的规则策略 比如说Trusted Trusted的话 它是允许所有的数据包都进入的 那这个是一个最宽泛的 也当然是最不安全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区域 默认的话 我们是Public 默认我们是Public 这样一个区域的 然后Blog Blog 跟Job 它是最为严格的 简单的来说的话 简单的来说的话 就是为用户预先准备了好几套的规则集合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场景的不同 去选择合适的规则集合 那就比如说我们从家里到 有时候是家里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 带着电脑去公司上班 然后我们公司上班回来又 到家里或者说是到咖啡厅 那我们肯定是并不希望说每个我们在咖啡厅 家公司的防火墙设置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区域的这样一个东西去实现 接着书里列举了一些Firewall CMD的一些参数 可以看到参数也很多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对讲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DNAT跟SNAT的这样一个技术 在IPTables当中可以看到它的设置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有乱七八糟肯定大家觉得头很大 这些这么多的参数 哎呀也看不懂啊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在Firewall的防火墙当中 其实设置起来非常简单 然后之后我们也会讲到这样怎么去设置 然后要注意的是 Firewall的服务 有两份规则策略配置记录 第一个是Runtime Runtime表示的是当前正在生效的 或者说当前正在生效的 但是如果说 但是重启后它是不会保存 重启后就失效了 第二个是Permanent 是永久生效的 但是你如果是设置的永久生效的 规则策略的话 它是不会立即生效 如果说你想要让它立即生效的话 必须要执行Firewall的CMT加上-reload reload这样一个参数 它才会立即生效 或者说你重启一下也会生效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最中的一些例子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下怎么去查看当前的区域 可以使用Firewall FirewallCMT -get default default loan 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区域是Public 然后如果说要查询我们网卡的区域 FirewallCMT-get -zone-zoneoff interface等于en-o-167-736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网卡的区域也是Public 那如果说我们要在Public中分别查询SSH或者是HTTP服务是否被允许 我们可以用到Curis这样一个参数 -zone-zone等于 这个的话是你要在哪个区域里面去查询 我们现在查询一下Public 查询的话查询的参数是Curis 好可以看到我们Curis其实可以查看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forward port 就是转发的一个端口 然后Curis service 这样一起查询服务的 Curis source 查询来源的 Curis port 查询端口的 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这里是查看一下服务 服务的状态 刚刚Curis service等于SSH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SSH服务 在Public当中它是被允许的 那我们再去查看一下HTTP服务 它是不是被允许呢 等于HTTP 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HTTP服务在Public区域当中它是被禁制的 然后假设说我们现在要设置默认的规则是DMZ 我们要把Public给改掉 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 Fireword cmd-set 默认TTP它就出来了 等于DMZ 好它显示 它显示我们设置 Default的默认的区域是DMZ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当前 当前的区域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可以用到DMZ 然后呢 但是这个情况下 我们如果说重启机器 重启机器的话 它我们刚刚设置的这一系列的防火墙 各种各样的设置 它全都会失效 那如果说我们想让它永久失效的话 我们需要加上一个 刚刚Permanent这样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想要 让它让它在Public区域当中 HTTPS这样一个服务 它是永久生效 那我们可以 Fileware -cmd -permanent -run -public 就是区域 就是区域是Public这样一个区域去设置 -add service 等于https 好它显示我们这里已经 对Public区域永久增加了 HTTPS这样一个服务 那现在我们去查看一下 当前这个HTTPS服务 它是否是被允许的呢 那我们现在去查询一下 可以看到当前的话 我们这个HTTPS服务 它还是显示的是No 这是因为我们设置的是永久的 规则链嘛 我们设置的是永久的规则 那如果说设置永久的规则的话 想让它立即生效 我们必须要执行一个Fileware -cmd-reload 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我们再去查看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现在的话 这个HTTPS服务已经被允许了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允许8080与8081端口的流量通过Public区域 并且要让它立即生效 并且是永久生效的 那我们可以Fileware cmd-reload 等于Public 我不好意思 少了少了 -permanent 因为是要永久生效嘛 所以需要加上permanent这样一个参数 -zone 等于Public 对Public区域进行设置 -add port 等于8080到8081 -tcp -tcp 好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不reload 看看它是不是会生效呢 看看它是不是已经生效了 -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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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8080跟8081 并不在端口当中 那我们再执行一下刚刚 reload 然后再去查看一下 可以看到8080跟8081已经被加入到我们允许的端口当中了 然后我记得流传老师这里的话还讲还列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看看啊 就从模拟训练A模拟训练B 然后模拟训练C模拟训练D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例子的话 这些训练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 就是说你如果说在设置了永久生效的 你设置了永久生效的规则之后 如果说想要让它立即生效 你必须要执行这样一个 Firward CMB-Reload这样一条命令 才能让它立即生效 不然的话它是没有用的 然后接着的话是 接着还是有一个什么设置副规则什么什么对吧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看上去好像各种各样的参数啊 然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 什么IP地址啊 什么HTTP服务啊 什么端口啊 然后这些参数的全都不一样 怎么办呢 你如果说工作当中 当然我们可以去 随时随地的我们去点开这样一个 第七章 我们去查看一下各种各样的参数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考试当中 比如说你在进行一个 Red Hat RHCE的这样一个考试 然后你突然把 你突然参数忘记了 这样的话是蛮尴尬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图形管理工具 这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就 反正我是觉得图形化工具更好用了 但是怎么讲呢 如果能用 当然考试中的话 肯定是大家尽量地用图形管理工具 但是日常的韵味中的话 肯定是建议大家用命令行的 所以这里的话讲一下图形管理工具 FIRWAREWALK CONFIGU 好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里的话一个是 Configuration 一个是Runtime 一个是Permanent 那我们刚刚也讲了Runtime的话 Runtime的话就是 立即生效 但是它从此的话就会失效了 Permanent就是永久的意思 然后这边的话 是一个区域列表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的各种列表 Block DMD Job 等等等等 Public 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服务列表 有什么DHCP FTP DENS 各种各样的服务列表 各种各样的服务 然后这里呢 再讲讲 这里的话就是 然后这里的Services 就是当前的这样一个 被选中的区域当中的服务 然后这个Port就是被选中区域当中的端口 这个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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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一会儿一会儿实验当中去讲吧 看一下第一个实验是什么 嗯 哦 第一个 如果说我们要允许其他主机访问HTTP服务 仅当前生效 注意要是仅当前生效 那仅当前生效的话 我们第一知道Configuration选择的是Runtime 第二 它是要求HTTP服务 那我们选择到Services 去寻找HTTP服务 我们把这个勾选上 选上 就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对我们选上就好了 很不可思议哦 都不用做其他任何任何的操作 然后第二 如果说我们想要允许其他主机访问8080到8088端口 并且让它重启后依然生效 需要让它重启后依然生效 重启后依然生效的话 那我们Configuration要选择Permanent是永久的 好 选择好了之后 它是要求访问808080到8088端口 那我们选择这里的Ports 点击 我们点击Edit吧 如果说这里没有的话 我们选择可以是Add 这里编辑8080到8088 选择TCP 然后点OK 然后我们刚刚是不是Permint的话 都执行了一个reload的这样一个命令呢 reload的这样一个参数呢 那这里的话我们配置好了之后 选择Option reload Firewall 就好了 好这样一个已经也就好了 然后刚刚我们 也讲到了SNAT技术 SNAT在这个Firewall Firewall 防火墙当中的图形化工具里面怎么去用呢 那就是这样一个Maskradient 我也不知道这个英文单词怎么读啊 先把它点开 然后把这个勾选上 然后就OK啦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我也觉得很简单 就这样一个 NIP DIPOS当中 我们要写很多很多规则的东西 就在Firewall的当中就 简简单单的结束了 好 再举个例子吧 看看老师书中举了个什么例子 如果说我们要向本机888端口的请求 转发至本机的22端口 并且启动后 重启后依然生效 首先 如果说要重启后依然生效 那我们选择的是Permanent 然后 然后我们选择PortForwarding 端口的转发 点击Add添加 TCP 我们 原端口号888 然后这个是我们选择本地转发 这个是本地转发的意思 这个是 下面那个是转发至其他主机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端口号 我们要转发到22上面 点击OK 然后我们 Reload 一下 这个端口转发的配置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接着讲一个 一个复规则 复规则的话就代表着更加细致更加详细的规则策略 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这里老师的例子是 仅允许192.168.10.20的主机访问本期的1234端口 仅当前生效 那仅当前生效 首先仅当前生效的话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Runtime 好 复规则 Reach Rules 点击Add 这个是个元素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 Service啊 Port啊 Protocol啊 这些很多 这里的话我们是 因为是端口嘛 我们就选择Port 1,2,3,4 OK 动作 这里可以选择的是 接受 拒绝或者是丢弃 那我们这里选择接受 接受 怎么不动啊 没反应啊 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里没有反应啊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IPv4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是允许192.168.10.20嘛 所以我们的原地址就是192.168.10.20 哦我们刚刚是10.20 哦我们刚刚是10.20 10.20 OK 然后这个的话是20.218.10.20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日志 这里的话是一个审计 我们点击OK就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总之我觉得这个图形化工具还是做的挺好的 然后最后的东西 然后最后的话是讲稍微讲一下一个TCP wrapper服务的控制 这是访问控制列表 它的话主要是一个是允许名单是在ETC下的hosts allow文件 第二呢是一个拒绝名单ETC host deny 那它的话 嗯 嗯 它的话是可以指定客户端 它的指定客户端的规则是 这里老师全都列出来了 你可以指定单一的主机 你比如说 嗯 嗯 比如说你想要这台192.168.10.10 不能访问你的主机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添加到 嗯 拒绝名单当中 可以把它添加到ETC host deny当中去 你也可以指定某一个网段 这样整个网段 的主机全都不能 嗯 访问 你当然也可以指定某一个网段 嗯 嗯 网段就是说 你这里的话可以既是10点 10点后面什么都不跟 你也可以去 10点0 加上这样一个 嗯 mask 然后这个你 也可以指定一个DNS后缀 所有DNS后缀为 dlinuxprop.com的 主机全都不允许登录 或者是全都允许登录这样子 嗯 这的话老师给了一个规则 啊 给了一个例子 如果说你要限制只有 192.168.10.0 24网段的主机可以访问本期的 httpd服务 那你可以 嗯 编辑这样一个 ETC host allow文件 然后http 冒号 192.168.10 点 然后后面什么都不跟也可以 或者说你跟一个192.168.10.10 然后一个斜杠255.255.255.0也可以 然后如果说要拒绝所有的主机的话 嗯 打个信号就可以了 嗯 这张姐的话 但是就介绍到这里吧 因为 嗯 当然因为我本人对这个东西不能说理解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肯定 肯定 肯定在讲的方面的话 没有流传老师那么清晰 所以 建议大家的话 嗯 有机会的 可以 可以听一下流传老师的 关于iptables 跟 FiveWord防火墙这样一个服务 这样一个课程 然后我记得 这个 老师课上 还拓展出去蛮多东西的 所以我 我是大家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嘛 嗯 然后 嗯 这里的话 嗯 还是之前那几句话 就是如果说 嗯 有什么问题或者说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的话 可以大家发邮件到 yesatlinuxprop.com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们 那个QQ Linux就该这么学的QQ群 A群跟B群 群号都在这里了 里面有很多 Linux技术的爱好者 然后这里的话 是一个 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 大家扫一扫 每天都会有一些 最新的资讯啊 或者是 技术文章推送给大家 反正 上下班 闲来无事 可以看看 消磨消磨时间 嗯 嗯 然后 嗯 再 感觉就到 这里了吧 如果有机会 也不说有机会 嗯 如果说可以 之后 我对IP tables 了解的更多的话 这个 这个章节 我可能会再重悟一遍 嗯 嗯 这里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听我扯了那么多 嗯 还是希望 希望我讲的 对大家 对初学者 嗯 有点用吧 嗯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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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